今年暑期有各地的光影秀也成为了一大亮点 投影 LED 显示 虚拟现实等新技术 在文旅领域加速应用 科技赋能文旅产业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 在江苏常州中华恐龙园 今年全新上线的腰油侏罗记项目受到游客们的青睐 奔跑而来的万龙 呼啸而过的翼龙 以及各类远古动植物 带领游客重返史前恐龙时代 据介绍 腰油侏罗记采用LED显示屏540度弧形无缝拼接结构 形成多个方向的影片展示 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融合视觉和听觉 形成环抱式的观影体验 硬件部分的 我们主要还是采用P2.5的这样一个LED 全柔性屏 在整个将近200屏的LED空间 它可以更丰富生动地呈现 我们所有整个侏罗记的一个 遥游的一个过程 在江苏南京一家显示屏生产企业里 贴片 传导测试 模块三房等一系列工序后 一块块LED主板进入最后的人工检验环节 负责人告诉记者 相较传统产品 这种可透深型的LED显示屏可在灯管之间露出空隙 供音响设备的声音传出 增强消费者沉浸感 目前主要应用于球目影院和光影走廊等文旅项目 不再像以前我们的屏幕只是单向的信息显示 我们更多的可能跟它的装修 跟它的结构 各种创意 我们做了一些合并的一些定制 除了屏幕 投影设备在文旅项目中也广泛应用 近年来各文旅企业投影机采购数量不断增加 大概有30%的增长 那么业油文旅方面的销量 大概占到了总体销量的50%左右 在2024年上半年 已经落地大大小小文旅项目200多个 合计供应投影机2000多台